好啦,今天想要來帶大家看看這次龍力訓練更新之後新出的造型 首先我們在商店這邊可以看到四個新的組合包 那第四個組合包其實包含在第三個組合包裡面的喔 裡面的東西的話,如果你不需要紙卡經驗加成或說次度那些的話 單買會比較值得 那如果你是在前期或中期比較需要這些 那你就可以直接整個組合包買下來也是很不錯的選擇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Grandall的華麗造型 接下來來看看庫普的護甲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像是Lotus換紋一樣 會有花花飄出來的桃花換紋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兩把主武器的外觀分別是一個尼斯以及撒謊的外觀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次推出的巨刃以及巨斧的外觀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的農曆新年吊飾 接著來看看這次一併推出的保養娃娃 最後是這次新的介面主題展示 這個話我覺得還是比較喜歡平時用的 字幕志祥 李宗盛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啦 那雖然說這次花的時間沒有很多 但是花了百斤卻是蠻蠻蕩蕩,整整一千匹啊 那如果有幫助的話,記得幫我按一個喜歡 那想要看到我更多這樣的影片的話,也可以按一下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掰掰